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三位大佬组共同享有 一个是江耀成谢田锋母亲迪波拉的现任丈夫 其次是张伯芝父亲张仁勇 最后这位是被称为14K教父级人物的潘志勇 虽然张伯芝父亲张仁勇和潘志勇都是在道上混的人 但潘志勇的名气可原踩过他一头 当年胡须勇这个绰号之所以在香港成为文风丧胆的名字 还是因为潘志勇38砍刀的壮举 潘志勇是内地广东人 后来全家为了躲避战乱 逃乱到香港谋生 居住在平民区 为了维持生计 对学习一窍不通的潘志勇 只有选择辍学 15岁就浪迹在街头 早在六七十年代 香港平民区混杂着内地逃难的人 光天化日强强掠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还没成年 潘志勇就在这样鱼龙混在了环境下长大 因为潘志勇有勇有谋 受了一个帮派小头目的赏识 只有安排给潘志勇摊位收保护费 几乎每一次他都能够干净利落地完成 没有任何一个摊位不听从 这样一来 受到帮派小头目青睐的潘志勇 在他的眼见下 才听闻了帮派的大名14K 但潘志勇深知自己的实力 要想混上高职 就必须有让人服气的拳头 毕竟潘志勇一心想要做老大 不只是当个浪迹街头的小混混 于是潘志勇学会了武术 散打 拳击等 虽然他个头不高 但身受敏捷 完全可以把他身材微虎的人打趴下 后来为了树立形象 潘志勇还留起了胡须 一副黑社会老大的形象 加入了14K帮派 一开始 潘志勇虽然有着一身的好功夫 但毕竟他只是一个刚进门的小弟 受不到重视 也没有什么薪资待遇 勉强混口饭吃 但潘志勇命里注定能成大事 只是缺少一个机会 然而这个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潘志勇那一件震撼整个香港的事情 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 到了七八十年代后期 大批的内地人逃难涌入香港 在这其中夹杂着从内地混件的帮派势力 一群在香港无依无靠的内地人迅速抱团 形成一个强大的内地帮派圈 这无一不再打击着香港本土的帮派势力 内地帮派圈丝毫不顾及香港帮派的面子 肆意收取保护费 强抢掠夺 这样一来 破坏了香港江湖上的很多规矩 但由于他们强大的帮派势力圈 那股力量非常强大 散落在香港江湖上 各个小帮派压根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对他们不敢千举妄动 然而这时 一时在帮派底部 始终没有任何出路的潘志勇来了兴致 萌生初只要击败内地帮派圈 他的翻身日就到了的念头 潘志勇为了打响这个翻身仗 可以说是下了不少功夫 先是在经常受到内地帮派圈压迫的麻将馆 看场子蹲点 还在麻将馆的门口 又装了一扇电动门 背好了三十把砍刀 潘志勇带着小帝们一蹲就蹲了三天三夜 老不见内地帮派的那一群人的身影 可当潘志勇想打个盹时 外面突然有了动静 他迅速就位 当对方一群人踏进电动门内 直接安排手下小帝所死 当那一群人满脸疑惑时 潘志勇和小帝们瞬间冲出来 收起刀落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血流成河 惨不忍睹 最终潘志勇靠着三十把砍刀一战成名 一时间他成为14K的老大 不少人慕名来投奔他 此后 以他为头目的小帮派在香港江湖上迅速扩大 带着小弟们到处争抢地盘 无人敢不从 此后潘志勇成为当地街头一把 后来潘志勇越坐越大 一路披荆斩棘 坐上了14K化石人的位置 成为了14K帮派权势不可小觑的教父级人物 到了八十年代 身为黑势力帮派的潘志勇 也在香港影坛鼎盛时期来分一杯羹 当时据说他曾邀请过刘嘉玲拍戏 他非但没有答应 反倒是给向华强拍戏 得知这一消息的潘志勇 一度认为刘嘉玲不给他面子 难道在他刘嘉玲心里 自己的地位就没有向华强高 气愤的潘志勇 丝毫不顾向华强的面子 直接给了刘嘉玲一个耳光 倒在地上的刘嘉玲也不敢大口喘气 但是潘志勇丝毫不满足香港影坛这一杯羹 经人介绍 结识了澳门教父崩牙居 去到澳门博彩行业分一杯羹 但随着崩牙居与街市伟的反目 势力强硬踹下街市伟 坐上澳门教父宝座 潘志勇深知自己继续在澳门 必定没有好果子吃 就回到了香港那个巴掌大小的地方 意气风发的潘志勇去到内地 想要闯出一片天地 但奈何内地远比香港要凶险得多 他的舞厅歌厅都因为不正规营业 遭到查封关闭 等潘志勇再回到香港时 他的身份地位 已经没有当年的那份实力 没成想 还没等到潘志勇打个翻身仗 就被捕入狱了 其实早在潘志勇入狱前 就已经查出来身患结肠癌 在监狱的那段时间里 他痛不欲生 整个人都消瘦了不少 出狱后 潘志勇金盆洗手 长达十年的抗癌时间里 几乎切除了整个胃 这十年间 胡须永瘦的皮包骨 他却拾起了他热爱的写作 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书中反省自己的同时 还呼吁青少年不要误入歧途 用一本书完结了自己的一生 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人 叱咤江湖五十余年 本期到这结束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仲恒传媒 我们下期见 松永磊 十年 最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直在这期见 和10年 公运人 最后就重新扇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